对 第一点 第一点是不要拉手 不要拉手 如果你要拉手的话 这个球 这个点 一个是点早不准 一个是稳定性 会差很多 而且你一拉手的话 这球很容易摩擦 挑不能摩擦 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 挑 千万不要摩擦 有好多球感觉 球友感觉 这球低了 低欲网了 我得摩擦给它加起来 那是错误的 对 你千万不要去摩擦这个球 如果摩擦 那就不要挑了 这是第二点 你看一下 我一边挑一边讲 你看第一点 不要拉手 手放在这个位置 有好多球友说 我想发力挑 发力挑 你也不要拉手 发力挑靠前臂和手腕 这个寸劲 让他把这个速度挑快就行了 你看 没有你们看比赛 所有人没有说 我这个看短球 我就发力挑 你看有几个是发力挑 除非那种半高 半高我可以拉手 发力挑 对 如果低的球 你想发力挑 一个是很少 第二个是靠前臂 记住啊 靠前臂和手腕 这一下 这种力量就够用了 把速度挑快就够用了 而不是说发死力去挑 对 这第一点不拉手 第二点是不要摩擦 要撞击的这个 撞击这个 对 要撞击 漂亮 然后第三点就是 富哥刚才说的 就是你不要往前上 你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接左手发球往前上 你往前上 这身体你是拉不回来的 挑你想想 就包括你们拉球 你们拉球 手一直在外面 你们有数吗 肯定没有数 对吧 一定要在身体里面 拉球也是 在侧往侧 一定要在身体里面 挑短也是 挑短 如果你往前上的话 这个挑 你全在身体外面 对 你怎么能使上去 使不上去 对吧 对 你只能在身体里面 对吧 所以说 刚才富哥讲第三点 就是一定要 上的时候 一定要往侧上一点 往侧上 这球 就可以 就是能护住球了 就跟拉球一样 你得往侧 对吧 你如果往前上 这球是变着劲的 这么挑 你是挑不准的 看你钉球 也钉不准 没错 对吧 这是第三点 讲太好了 对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四点 就是这个手腕 手腕 刚才富哥讲到时候 也说了 这个手腕 是吧 你如果太大了 这手腕 就等于去摩擦了 你不要 就是感觉 这个球 一滴了 一滴了 你就要手腕去调节 那这都是错误的 首先调你不能摩擦 第二是 你手腕 它是一个寸劲就行了 对 它不是说 你必须手腕给转起来 你如果转起来 那个 那就 那教练 他也不太会嚼 对 所以说 所以用大白话 给你们重复一下 就重复一下 富哥刚才你讲的 就是 这个手腕啊 手腕一个寸劲 你看到这儿 一个寸劲停住 就是接触 就是撞击这下 一个寸劲停住 一个寸劲停住 千万不要挥出来 大家千万记住 不要挥出来 对 就几个点了 好几个点 好几个点 下一个点就是 就咱们这个分享 对 可以调大